香港沒有地蓋樓 是一個現實的現象 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右塘的地鐵站 對出有一幅超美的地皮 是荒廢了20年 為何荒廢20年呢 就是發展商和政府補地價 達五成協議 這幅島地有恆基、新地和匯德峰等六大發展商擁有 但三次補地價約為6000元一呎 但都不被發展商所接受 提出這個上訴 考慮建築成本、海堤的建設 成本可能會高達15000元一呎 因為無利可逃 所以不接受補地價的價錢 所以這幅地 佔地10公頃 一直荒廢到現在 已經超過20年了 中文字幕提供 者、 recipe 屬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